我们故事的发生地是一座北方的省会城市 我们就叫它哈士吧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的时候 向居民颁发了城市户口本 以后产生了一个新的行政管理区 也就是共乐区 一直以来这个地方道路狭窄 土坯房脏乱差 共乐区设立了十年之后 这里也不过就是在旧贸的基础上 换了几层新言 而我们要讲的故事呢 便是从1972年的共乐区开始的 商务华写的是一千年前西域这块大地上的一个故事 我想总有一些重要的声音 掩埋在历史和时间的尘埃中 需要作家去挖掘呈现 烧化给今天的人们 那些过去的声音 对于今天的我们 仍然是重要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